Kids 哎瞟了个包 我最近耍到那个 南方的回南天啊 令我这个东北人大为震惊 墙上全是水 然后房顶上那个水 都要用骚措给它刮下来 之前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听南方人吐槽过这个事呢 这么细以为常呢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测评一些 最近我刷到频率很高的香香小零食 也就是跟回南天一点关系们 那小年哥 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嗨 各位姨姨们 你们好呢 有没有想我呢 去吧 首先 比脸大的猪肉谱 之前我们吃的不都是一小条一小条一小片一小片的吗 然后这个猪肉谱它是一大整片 比脸还大 那不见得有我的大 我拿出来比一下 一点大 哎呀哎呀 你调我干嘛 很漂亮的色泽 它为什么有回南天呢 蛤 人家是蜜 这个还是挺好吃的 可是是因为它上面有蜜什么的 没有之前我吃过的那些 大妆条状的猪肉肠 干 这种质感的地方就是厚实的相对软的 这种质感的就是那种比较有纤维感 一丝一丝的 然后相对来说硬的 熏的味道还蛮重的 感觉它的甜里面带一点点 类似于那种果香 一大片吃起来比较爽 我个人是觉得 比我之前在便利店里买的都要好吃 下一个 笋小样的山椒翠笋 这个是看直播的时候他们吃的 感觉它应该和那种 大个的手锅笋差不多 但是这个看起来会比较方便一些 你们尝尝味道有没有什么不同 里边还有可泡椒呢 给黑哥吃 谢谢你 快给我喝口水 它是那种比较辣 然后 还挺辣的 然后口味偏酸的泡椒笋 里面的笋是比较脆 然后比较嫩的 没有吃到太老的部分 按小包时还是蛮上瘾的 不能吃辣的 剩买 下一个下一个 我们来吃点甜的 这个是红豆罐头 有的日式的那种店 不是会有那种红豆粥吗 有人推荐说这个罐头 味道差不多 它咋什么都想吃 你们家的小猫咪也什么都吃吗 年糕怎么回事 雪糕也吃 馒头也吃 玉米酸奶 冰虾 啥都吃 它这个红豆腐还是蛮多的 不是很多汤的那种 它比我预设的完美状态 要稍微再甜了一点 外表是比较完整的 放在嘴里稍微碾一碾 就会变成豆沙 但是还是有一点 坚韧不拔的精神在里面的 不是你轻轻一碾 它就碎了 还是需要你 认真的碾一碾 这个罐头我觉得 直接吃的话一般 我考虑给它 稍微加点水煮一下 或者是发明一些其他的吃法 最后一个 杨先生的肉松麻花 这我看到好多人在推 我买了两个口味 肉松的 还有一个红糖的 红糖的 很上镜 是吧 是好吃的 外面那层红糖是那种 黏黏的 然后不太厚 里面面的这个部分 蛮香 蛮酥脆的 它面的这个部分 也有红糖的味道 整个吃起来比较有那种 油香的感觉 有的时候会有一丢丢的黏牙 但不是非常黏牙的那种状态 肉松的 我对它很期待 哇 哎呦 掉了一个 它上面的肉松偏干爽 然后有一点点 哽啾的那种肉松 这里面的面呢 外面应该也是有一层 薄薄的糖 那感觉不像红糖 因为跟上一个味道 不太一样 它是一种比较适中的 甜咸口 那个咬起来 也有一点感觉 但是好像红糖的 更好吃一些 真的看起来 没有这个复杂 但是它这个红糖 真的很香 反正这个肉松呢 它混合出了一种 好吃 但是没有很惊艳的口感 没有肉松小倍好吃 好在今天没有踩雷的 味道都不错 这个真的很辣哦 不用小球的啊 哎呀 吃饱了 爱你啊